化身为两丈来高的饕贴 金飞奥贴上了一张隐身符 扑翅就跳到了园子的外面 左右一看没人 他一张嘴就把门口的四个妖兵吞了下去 然后他就顺着别的路跑过去 目标是其他的妖兵 你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什么时候把鸟毛拿来啊 胖子跑到了朱雀的光照里面 下部放在了手上单着 一脸可爱的问道 朱雀从打坐中睁开眼 看着胖子那张白白胖胖的脸 就嫌弃的讲道 不要靠我这么近 你又不是人祖保持 你除了吃人就没有别的爱好吗 你看看我这一身小肥肉 又嫩又香的 不要挑食啊 挖肉也好吃的 咱不信你尝尝看 胖子不依不饶的纠缠着朱雀 似乎对这个和他有共同外形的人很感兴趣 我再说一次 我并不是妖族化新来的 这副样子不是我想要的 我是长到了这个八岁的时候 无意中吃了定言 但弄成这样的 别把我和你混为一滩 朱雀真的是受够了这个家伙了 整天来缠着自己做什么 不是说喜欢女人 旁边不就有个美人 不去找她玩 整天烦自己干什么 胖子眨着眼睛 可怜巴巴的应道 我好孤独啊 好寂寞好冷啊 看在我俩都是小孩的份上 你就陪我一起玩吧 朱雀把他靠近的脸推开 不耐烦的讲道 少来装可怜 我才不会上大受骗的 那边不是有个美人吗 你去找他玩去 不去 胖子摇头 我现在对男人感兴趣 尤其是童子 你就藏了我吧 信不信我揍你 朱雀急了 对着他就举起了拳头 他就不信了 身为金飞瑶的灵兽 还会不顾主人的安危 在肚子里面打闹起来 两人像对小孩似的闹着 华婉思却在奇怪 怎么一天过去了 金飞瑶也没有传任何消息传进来 难道在忙着偷东西 这才刚刚一想 突然就四名包着光照的妖族 被扔了进来 瞧着那身盔甲 他一下就警戒了起来 连朱雀和胖子也停止了打闹 赶快盯着这四名妖族 这四名妖族都避着双目一动也不动 就这么飘在了空中 让他们三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华婉思更加皱紧了眉头 疑惑地讲道 难道他现在连尸体也收集了 我看是他的老毛病犯了 肚子饿得起不择时了吧 也不把衣服和盔甲去掉 洗干净了再弄起来 胖子抱着手 一副老气横丘的样子 金飞瑶吃人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候 华婉思还只是团魂魄 所以并没有看过当时的事 听到的是听胖子说过几次 但是现在瞧着这四名妖族 他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不是说只要化身器以后就不用吃圣丹融合了 这圣丹都不用吃了 那人更加的不用了 他们这里还没讨论出个所以然来呢 又见两名同样身穿盔甲的妖族被扔了进来 一个接一个 在他们三人目瞪口呆中 无数的妖族被扔了进来 人越来越多 渐渐的里面越来越急 终于在近一个时辰之后 整个肚子之中已经没有什么空地了 华婉思被一大群的妖兵给挤在了一起 已经看不到胖子和朱雀在什么地方了 而朱雀和胖子也被妖兵给围着 死死的挤在了一起 如果没有这小小的光照 有可能都要贴在身上了 金飞扬 你这是在干什么 华婉思不由的大喊道 这也太夸张了 竟然吞了几千人在肚子里面 这是想把肚子当兵营使不成 今天是柳姬七百岁的寿臣 整个风凉宫中非常的忙碌 因为日月门门主的关系 来祝寿的人没有五千有三千的 因为人来的太多了 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了厨房和正殿 尤其是现在是用晚餐的时间 更加的忙碌 这些修饰虽然都不用吃东西 但是来了也不能让人喝点西北风就走 所以厨房之中不求量而求智 弄出了一道道满含灵气的精品美食 其中有一道菜 却是这场晚宴的重头戏 就连原料送来时 都是用保鲜的符纸包住的 在风凉宫中行走的人 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 总觉得今天的风凉宫中少了些什么 但是仔细看过呢 又感觉没有任何东西少掉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前面忙得厉害 就算是有人疑惑了 也会因为要赶时间做事 没空去想是什么没了 只能怪妖兵总是站在那不动 所以习惯成自然 也没人把他们当成了活物 只当着几根大柱子 现在大家都在前面忙活着 这妖兵不见的事也没人发现 柳基也同样没有发现 师兵的异样 吞进金飞窑渡中的师兵 悄无声息的就断了和他的联系了 而柳基也忙着接受大家的鳄鱼奉承 从来没想过会有人来他这里偷妖兵 风凉宫中灯火通明 肉香酒香飘荡 山下都可以闻到香味 这让看到的人好生羡慕 能去风凉宫可是天大的面子 得有身份有地位才能进去 像他们这些普通修士是没机会来 这时有辆飞天船正缓缓地 飞在了天顶神界之上 飞天船很普通也并不怎么大 船舱的角落里面放了不少的货物 可以看出这是一条商船 而在甲板上的船楼之中 有两人正席地而坐 品着手上的灵茶 悠悠地等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 突然有一道灰色的光芒 飞进了船中 直接落在了对影二人中间的矮机上 灰光是一张符纸折出来的小鸟发出来的 其中一人拿起了纸鸟捏碎 便有灰光没入了他的脑中 过了一会儿 这人才一排桌惊喜道 龙大人啊 果然不出你所料 在宴会上果然发现了你所说的那名女子了 龙大人早上在风凉宫待了一会儿便离开了 原来是跑到这里来了 坐上了这艘破破烂烂的飞天船 他抬起头讲道 如果他在宴会上吃东西 那三千妖兵肯定已经到了手上了 可以直接动手了 龙大人啊 为何这么肯定他会去宴会啊 如果是弄到了三千妖兵那肯定是要赶快离开 怎么还会跑回去 这难道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 对面那人只有化神终极的修为 也不知是不是伪装和龙大人对话时并没有过度的卑微感 原因很简单 这日的晚会上有天下第一仙 芙蓉玉水肉 不管什么天大的事情 他都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的 为了能早点吃到这芙蓉玉水肉 他肯定会先把妖兵弄走 然后才放心的去吃 龙大人淡然的讲道 好似在说什么非常正常的事情 对方的修士听了不由的惊讶了一下 竟然有人如此好吃 这可会误事的 我们只管坚硬便可 妖兵的事不用担心 龙大人一点也不怕金飞玉完不成任务 凭着他的身手 想要逃出风凉山窗 简直就是一如反掌 正如龙大人所猜的 金飞玉此时就混在了人群之中 看着一盘白如玉脂的肉片端了上来 这香味简直鲜得人口水都流了出来了 听上菜的侍者介绍 这是天下第一鲜的芙蓉玉水肉 是玉水瘦腰中一条只有鸡蛋大小的肉块 非常的珍贵 根本买不到 为了这场晚宴 在二十年前 风凉宫就已经在准备这芙蓉玉水肉了 一直到今年才刚刚赶上 虽然已经吞了三千名的妖兵了 金飞玉看着眼前的这白花花的肉片 除了想吃之外 没有其他的想法 但是这里却没有他的位置 因为人数都是安排好的 他多余了 想了想 他的眼睛就瞅上了旁边那桌 芙蓉玉水肉已经端上了桌 坐在桌旁的三人对此物早有耳闻 举着筷子就开始客气了起来 请师叔先用 不 还是你先用吧 你们年轻要多尝尝 师叔是长辈 还是师叔请用 我是长辈 让你们吃 你们就吃嘛 他们相互推让是有原因的 明明一桌只坐三人 你上芙蓉玉水肉 要不就上六片 这样一染两片 或是就给个可怜的三片 这样大家每人一片都不用抢了 但是送上来的芙蓉玉水肉 每盘都是五片 这样分下来 总有一人要少吃一片 大家又都是休士 几百年不开个餐 现在偶尔吃一顿却要抢食 那得多丢人呢 于是晚宴上到处传来香嚷的声音 芙蓉玉水肉都要冷掉了 我帮你们解决吧 金飞羊拿起了一双筷子 直接走过去 一本正经的夹起了两片 芙蓉玉水肉就放进了嘴中 嚼了嚼 她摸着脸 笑眯眯的讲道 真好吃 此物只有天上有 如此鲜美 真是连舌头 都要吞掉了 你们真有福气 刚好一人一块 把别人的肉吃了两片 她又像另一桌 不知如何分配 还在极力想把芙蓉玉水肉 给对方多吃一片 又是在电光火石之中 金飞羊又抢走了两片肉 不顾别人的怒目 她像蝴蝶一样在肉片之中飞来飞去 看到盘子 看到肉 她就想去帮忙 吃得正高兴时 突然就听到了一声爆喝 拿命来 从晚宴上突然跃出了二十几名黑衣人 瞬间五光十色的攻击 就向柳鸡打了过去 金飞羊塞着一嘴的肉明白过来 哎呀 遇袭了 那些黑衣人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也许本来就在晚宴上吃着饭呢 然后把衣服扒了 脸一蒙就跳出来了 反正没人知道是谁 只知道是猛然就出现了 除了领头的是两名恋虚初起 其他的都是化神器啊 穿着黑衣蒙着脸 越过众人的头顶就向柳鸡扑了过去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隐藏身份 他们手上几乎清一色的拿着零件 炫目的光芒直逼柳鸡 胆子真够大 肉里有这么多的狗腿 竟然还敢来行刺 金飞羊抬头看着黑衣人从头上越过去 突然发现了 旁边那桌的修士都表情震惊的看着黑衣人 他就靠了过去 筷子一夹就把人家桌上的芙蓉玉水肉给弄走了 那桌的修士回过身来 愣愣的看着他 金飞羊便眼睛一瞪讲道 盯着我干什么呀 看那边才对 柳鸡要被人杀了 他在这里忽悠着人 也不管什么暗杀不暗杀的 拿着筷子就扫着每张桌子 寻找着还没被人吃掉的芙蓉玉水肉 胖子 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花婉思在金飞羊的肚子里面 隔着妖兵 向胖子喊道 胖子抬脱看了看 除了这些妖兵之外 什么也看不到 便回道 什么事情也没有啊 就是周围多了这些妖族 老大这家伙吃东西越来越不挑了 也不知道在外面做了些什么 大家小心点 这些妖族的修为都在化神器 要是全动起来 我们肯定就要死定了 花婉思不解的看着这些妖族 几千名化神器的妖族 这是什么样的队伍啊 竟然被金飞羊全弄了进来 突然 妖兵动了一下 眼睛睁开来了 血红血红的 花婉思不由的退后一步 惊诧的看着周围的妖兵 只看到在他们的身上 开始往外涌出了妖气 这里可是金飞羊的肚子啊 如果在这里闹起来 那还如何了得 金飞羊阵时正捂着肚子 眉头紧皱的 扶着一张桌子坐在了地上 头上冷汗直冒 而远处的柳姬 拿出了一方丝帕扔在了空中 就挡住了刚才的猛烈攻击 她此时拿出了一串摇铃 带着一脸的冷笑 一下下的摇着 她这才开始摇 金飞羊就觉得肚子疼起来了 想必这摇铃就是催动 隐魂针用的 她的心中 不由的附飞起了龙大人来 不是说放进戒子境狱中 就会没事的 怎么现在肚子还痛了起来 哦对了 我的肚子并不是戒子境狱 不能让这三千妖兵 破釜而出 金飞羊还不想死 牙齿一咬 灵力迅速的把妖兵 团团的包住 一层又一层的包了上去 华婉斯看着这些妖兵动起来 突然就见黑色的灵力飞来 迅速的把妖兵全部包裹住 妖兵动了动后 缓缓的闭上了眼睛 重新进入了入定状态 见他们都不动了 重新恢复了原样 华婉斯才松了口气 把肚子中的妖兵都强压了下来 金飞羊的脸都发青了 这桌的修士 看着他捂着肚子痛苦万分的样子 想起刚才见他在个桌上 抢芙蓉玉水肉吃 就好心的问道 这位道友 你是不是肚子疼 吃坏了 金飞羊伸出手 摆了摆 那人又讲 我们常见屁股 要吃东西时不能吃太多 就算是修为高 猛的吃太多东西 也会一时不适应肚子 难受 你用灵力把东西消化光 感觉会好点 谢谢您的好意了 我没带了 腰冰镇压下来 金飞羊的肚子就不痛了 他向旁边这人倒了血 然后伸出手 又把桌上的几片 芙蓉玉水肉夹到了嘴中 在那名修士 惊悚的目光中 他捂着肚子 又继续开始寻找肉了 这时啊 刘姬脸色已经大变了 日月门门主 专门给他弄来的妖兵 竟然不见了 不管他怎么摇灵 都没有半点回应 也没有一名妖兵过来救他 因为这些妖兵 是用灵药和秘术 强行进阶道化身起的 虽然这样的办法 会让他们失去了自我意识 但是只用隐魂针就可以控制 这种方法不能在 普通修士身上使用 却能让这些妖兵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进阶到了化身期 只是能力到了化身期 其他的方面 都没有一同涨上来 可也不影响他们的实力 所以啊 风凉宫中 并没有练须其修士坐镇 以前也有想派人过来 但是练须的修士 不想保护一个干女儿 而柳基也觉得 有修为 比自己高的人在宫中 让他觉得不自在 自己好像被人盯着一般 所以现在风凉宫 只靠着三千名的化身 初期的妖兵来对敌 就算是来练虚器的修士 只要这些不怕死 不会痛的妖兵上场 柳基也会赢的 绰绰有余的 但是现在 妖兵半个也没出现 莫名其妙的 就让人给弄走了 柳基也失去了他的护卫军 这是要怎么办 靠这些来祝寿的人吗 还是动用那件东西 金子 赶快退后 这时有一人英勇的 冲了上来 正是新龙门的 少门主 龙继祥 他猛的推开了柳基 背后便被一把飞剑 扎了个穿 扑驰一下就倒在了地上 算他走了运 这飞剑偏了一些 没有直接扎在了他的心脏上 他正拖着 抬起头 看向了柳基 自己这样英勇就美 日月门的门主 应该会对他另眼相看吧 新龙门 入神集界 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但是他这一抬头 进入眼帘中的 却是小腹被刀扎穿的柳基 他刚才这一推 是把柳基给推了出去 避开了飞来的飞剑 但是柳基 本来是可以拿出了 上柄防御法器 锦白斯帕挡住飞剑的 被龙继祥猛的一推 他身形一歪啊 就退了出去 就被身后的一名 筑机器的侍女给扶住 这还没等他推开侍女 招出内务来对付敌人时 腹部便是一痛 一把上品 法宝街的短刀 就从背后捅了出来 直接穿透了他腹部 他惊讶的回头 给了这名筑机侍女一掌 而那女人就地一滚 身上黑烟翻滚 顿时化为了一名 穿着黑衣蒙面的 化神出气的男修士 只看到了死人的手一挥 虚空控制的短刀 就是这么一割 柳继的腹部啊 就横着滑开了一个口子 然后他的手瞬间 就伸进了柳继的腹中 掏起来 场面那叫一个害人啊 快救仙子 在场的修士都愣住了 本来想着这柳继 是诗月门门主的干女儿 这好东西有的是 这个时候正好是让他露一手 然后大家拍马屁的好机会 所以除了不懂此道 盲目冲上去歪打正着的龙继祥 其他的修士都是在旁边围观 在他们看来 柳继要弄死这二十来个黑衣人 相当的简单 毕竟他可是有三千名化神奇的妖兵啊 这可是人人都知道的事 上去插手 有可能人家还不高兴 但是现在一看妖兵半个都没出现 柳继竟然还被伪装成侍女的修士 给剖腹了 这要是死在了这里 日月门的门主还不得把他们给吃了呀 不过这也是个好机会 只要能救下他呀 这功劳可就大了 于是不怨而同的 在场的修士都怒吼了一声 刷的就拔出了身上的法宝 像这二十来名不知天高地厚的黑衣人冲了上去 只用一人一招 在场的这几千人就可以代替妖兵 把这些黑衣人给打成了肉渣 甚至有人嫌黑衣人太少了 才二十几个 来吃饭的可就是三四千人了 动作慢了 可能连手指都碰不到一点 功劳都抢不到了 看着这些莫名其妙疯狂起来的修士 金飞摇赶快把盘子里面的芙蓉玉水片吃掉 转头又去别的桌上去寻找没吃完的肉 有修士实在是看不过去了 喊住他问道 道友啊 现在是救人要紧 不过是点芙蓉玉水肉 你没必要这样吧 柳极都伤成了这样的 你竟然还吃得先去啊 金飞摇一脸茫然的看着他 他又不是我干女儿 关我什么事 而且他要是死了 以后不就没人过受产 还弄着芙蓉玉水肉 我要是不正确的赶快吃点 以后你请我吃 他干爹是日月门的门主 救了他你还怕没有芙蓉玉水肉吃啊 不是此名修士热心 是面对这么不可理喻的人 他不说两句心中是非常不舒服 见他这么恨铁不成钢 金飞摇便指着柳极讲道 你现在赶快拿出最好的丹药 不过去喂他吃 别冲上去杀黑一人 要省事多了 而且还能在他面前留个脸 比那些连背影都记不住的墙上百倍 那名修士顿了一下 恍然大悟的说道 多谢道友你慢慢吃 然后飞身就冲向了柳极 傻子 金飞摇怂怂间笑了笑 往四周看去 还好修士打架都是飞到了空中的 桌子被推翻的并不多 他又看了好几桌上的芙蓉玉水肉 还没有被吃掉 就乐呵呵的跑了过去 现场这么多的修士 这二十来名黑衣人 见人都冲了上去 就全往柳极处集中了过去 那名把手伸进了柳极腹中的男子 突然冷声喝道 找到了 就见他的手飞快的从柳极的腹中拔出来 沾满血的手上紧紧的握着一块棕色的玉牌 玄武出 他飞快的把神石注入到了玉牌之中 只听到了轰的一声 玉牌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妖气 把已经靠近他们的攻击和修士都弹了出去 然后脚下便是一阵的地动山摇 万空城的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气流漩涡 什么东西啊 金飞摇咬着半块的芙蓉玉水肉 抬头看着那个巨大的漩涡呀 马上想到了龙大人真正的目的 其实啊是这个东西吧